究竟誰是幕後最大的營污者 柯文哲他一手主導金華城 獲得超高的容積 他親自下調子 攪拌夜館單位 他怎麼講 怎麼做都行 快一點 快一點就好 甚至他跟副市長彭震聲串控 現在也全部都被掌握當中 限定走上球車 柯文哲深陷金華城 必按照收壓 如今檢調手上多了一筆一五零零 滿滿的人症及物症 跟柯文哲脫不了關係 而且柯文哲知情 必須指導旗子案情也逐漸曝光 召檢聯搜索那一天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走出家門 直言自己坦蕩蕩 不過外傳檢聯從柯文哲住處 查扣一個隨身碟 發現工作部清楚記載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號後面 寫著小省一五零零審請金 一五零零這個數字曝光 瞬間引起輿論熱議 民眾黨急著替柯文哲澄清 認為是約見面的時間 不過法院似乎不這麼認為 因為從前後內容可以明顯看出 是柯文哲記錄他完成的重要大事 加上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號當天 柯文哲並沒有和審慶金碰面 不僅如此 柯文哲一手主導金華城超高容積 民資違法還親自下調職 交辦夜館單位 怎麼做都行快就好 甚至和副市長彭正聖企圖串政 將容近日放寬甩鍋給都委會 也全都被掌握 不過柯文哲底下的人通通不挺他 都委會執行秘書少秀配指證 柯文哲有指示要加速辦理 如今招說壓的前副市長彭正聖 強當污點證人的意味也相當濃厚 記得綜合報導